還要摸掉了 大豬聽錯 不要來 欸 這差很多好不好 這差很多對不對 這都是一些 但是很主要的就是 五出 然後三進 那不管你 上下左右前後 你只要出去 就是五隻手指頭 我往下進來就是三隻 不管我是往上出去還是五隻 往上進來還是三隻 這是很基本的 泰國舞的所有的基本動作 然後再來就是 你可以做一些 所以它是屬於比較那個什麼 北部 太北的舞蹈 我這次交的是比較太北的舞蹈 然後是那個 四根手指頭都要戴那個 指甲 長指甲 對 長指甲的東西 所以它的服裝上面會比較華麗 就是有點像那個什麼 那個金色的那個頭型的帽子上 對對對 類似那種東西上去的帽子 然後是小可愛式的 然後是窄裙式的 但是有個當邊的屁肩的那種舞蹈 所以它的跳法就會比較 你看我這是 其實它跟 因為以前的泰國跟中國 是中國的 古時候的那個部屬國家 所以在那個文化上面是有交了 所以有一些東西其實是會很像的 比方說我們中國有 中國舞林裡面的小的這個動作 在泰國舞裡面也有這種 可是它不一樣的是 好 它是每轉一次 就是三隻進來 你看五隻出去三隻進來 好 換邊也是五隻出去三隻進來 這個是泰國舞裡面很特有的東西 就算我要出去 我要出去我要進來一定是五隻出去 三隻進來一定是五隻出去 然後它是屬於那種很慢的 因為泰國舞嘛 它是屬於那種很優雅 其實講優雅就是它比較屬於慢慢的 慢慢的 對 好 這種東西都是慢慢的 所以不難學 但是韻味比較難抓 就這樣